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教 今天换了一点新设备 希望能够录得好 很多事儿其实昨天的时钞聚焦 已经换了一个好的麦克风 就是我试验的是OK 不至于听得那么费劲了 就像我跟大家讲 我说用iPhone X拍 可能它实际的 它这个frame画面会更好看 但是一直解决不了录音问题 声音问题 结果昨天试验成功 今天呢 一溜烟的就去跑了一个 跑店里头去买一个更好的麦克风 好麦克风 有买麦克风的时候 那个店人的店员说呢 还有说这个 这可是个好东西 德国人做 德国人做比较精细 我们原来开玩笑 我说很多这现代的技术 如果你随便现在看东西 然后有现代科技很多都跟外星人有关 外星人有关 我们原来开玩笑 我说你看那个德国人做的汽车 跟日本人做的汽车不一样 如果说外星人肯定俩准不懂 其实听起来是玩笑 我觉得其实是有些道理 但不往那说了 我就买了一个很好 找到一个很好的麦克风 我相信应该 我相信应该是从声音质量上会很好 结果卖货那个洋人说 他说这个麦克风简直是 他说做视频呢 我现在买这东西多的 是不是很多人都自拍视频 他说没错 他说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这视频 声音要不成 人家不愿意看 拍的挺美的视频 声音听不了的话 一扭了就走了 我说这话等于是说给我听了 那我希望今天的声音应该相当不错 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知道 德国人做的 但是昨天呢 看到一个email email呢 他写的就是朋友请我喝咖啡 他说涛哥请你喝咖啡 然后呢写了一点感悟 当我看过这感悟之后 我说他说希望我对他的感悟呢 有所看法 但是他的这个email写的蛮长的 我给他答复就是 用这个感悟跟大家分享 既表示我的一番谢意 那也表示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有缘相识 我们有缘相认相识相知 那在这一份相认相识相知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是我们相会在灵魂中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对不对 大家能看见我 也是借助视频能看见我 不过我看不见大家伙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我看不见大家伙 就像今天中午吃饭 然后吃完饭呢 因为老亲那家吃饭熟 所以就跟老板 给老板算账的时候 我看零坐两桌的朋友 年轻的 你知道人家看你的时候你知道 所以这都是人家 人与人之间的生命的这种接触了 人吃着好好饭 大家谁不说话 然后那个男孩呢 就示意说什么 这是我自己挺感触的 不一定能够接受我的观点 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我的看法 就像有朋友挺逗的 在十条news后面 记得说 23分054秒之后 切入主题 切入正题 15分18秒 55分3分 55分03秒 切入正题 他每天在我视频看不见打 他意思就是说 前面都是废话 后面才说这标题的故事 然后有朋友对着他写说 我后面全都不要了 谢谢你 我后面全部听了 我就听他前的那段 在我节目中这么多年 一直从人生感悟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现实中的事实 我一直说政治新闻 如果你到我这看政治抗新闻 我怎么说呢 只能叫缘分吧 我只能说缘分 但你没看懂我说什么 这么多年过来 其实一直是想 围绕时间或长或短 那原来呢 就是 因为电视播出的节目 金融点击呢 它有十二三分钟的限制 电视播出嘛 但是现在时间很快 我这人骂脑子又不好使 说话啰嗦 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 去年有人骂我说 你就跟祥林嫂似的 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 马上都有 对 它 它有些东西 它是这么 生命就是这么来的 对吧 生命它这是真实的表现 那你把咔嚓给人掐了 我说不好 我说不好 所以这套节目 后来我们 我出的这些节目 都是随 我们就随意这么说 原因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喜欢听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 那这期节目 像这个朋友呢 我就像 我说很多人 一个多星期 很多人请我喝咖啡 我发愁 就是说 我怎么向朋友们表示谢意 曾经想单独发过email 但是说实话 我怕不安全 因为很多是国内的朋友 很多是国内的朋友 所以 那我想呢 摘出那么 几个朋友的 这个这个留言 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节目中 跟大家道歉 对不对 跟大家表示谢意 那我想对所有的朋友 也是个尊重 这个朋友因为写的 我个人 他写的很长啊 两三年前 看您节目两三年了 第一次看您节目 对您的观点非常赞同 一发不可收拾 感受您对天地人生命 神明魔鬼文化的认识 最近几天 两会期间做的节目很多 不仅阐述了对习近平的修宪的看法 也在节目中不止一次的重复一句话 很简单的道理 很多人就是不懂 怎么就拗不过弯 是 到今天那个时照news刚才做那期节目 还是这问题 那个很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海外 很有名 这只手也出来 有朋友说 怎么只见你右手不见你左手 这有啊 没没拽了 那那是因为一个一个 这电视屏幕的问题 那所以现在我会更舒展一些 大家可以看得更舒服一点 那这插话 所以 在今天的节目中看到 都是非常都是教授级的 都是教授级的 我这个是属于吃闲饭的 人家人家 那教授级的 但在我看起来 那个评论 说实话有点语无伦次 就是他自己的前后 都是冲突的 一个第二个 他承认习近平跟共产党的理论 跟共产党的生命出现了对立 那不就是好事吗 那习近平跟共产党对立 说明他那他到底代表不代表共产党啊 如果对立了 他就跟共产党对着干了 他就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 在跟我们大家认同的魔鬼出现了冲突了 而他却是以党的 以他现在的身份出现撑突 这不正是大家 可遇不可求 求都求不来的场面吗 总比像我们这哥 站在这头哗哗哗骂街 说你给他骂倒了哦 当然有朋友也说 说实际上你都骂了 早晚共产党被你骂倒了 我这盼这一天的 早就期望快点倒了 要不快点倒了 我可以回家吃油条去 到北京吃油条 吃油饼 这地方没有卖油饼的 这地方只有卖油条的 而南方人做的 跟咱那不一样 所以一方水土 一方人 对应着一方神明 一方天庭 所以这天地之间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这个 如果你这种老祖宗 留下来的生命道理 而如果你按照轮回转世上说 搞不好我们说的老祖宗 就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当你去 把吃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封建迷信 垃圾狗屎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在骂自己 你骂自己的灵魂 骂自己的生命的曾经 骂自己生命的伟大 所以这是在不能 从生命角度认识的时候 有问题 那这个朋友就说了 说你 您说 您觉得想不通这个事 很困惑 就有些人很简单的问题 拗不过来 然后朋友呢 就给我解答 朋友说 根据我有限的理解 同时发表一点个人感悟 他说 他就给讲了个故事 原来有两个神仙 他说原来有两个人 有两个有名的 一个名叫真实 一个名叫虚伪 真实是神仙 虚伪是魔鬼 到澡堂的洗澡去 大澡堂吧 我洗过 现在我不知道 中国什么样 而叫虚伪的魔鬼 先洗完澡出来了 顺手就把真实的神仙的衣服拿走了 他故意拿的 穿在身上 而叫真实的神仙 洗完澡出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衣服 被虚伪的魔鬼拿走了 他本可以穿上虚伪的魔鬼的衣服 但他不愿意 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 那原因就是说 他不愿意穿着虚伪的魔鬼的衣服 与众人相见 那真实的真实的神仙呢 就赤身裸体的走出来 到外面 来到外面之后 但是外面的人全去接受那 穿着真实的 穿着真实外衣的虚伪的魔鬼 绝不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我觉得朋友相当智慧 我第一次看到这故事 我孤陋管了 这个故事相当有味道 那相当很简单 越简单的故事 他的生命含义越深 因为他没有修 他没有修饰词汇 修饰的词汇 文稿都是人写的 那是人的思想 人的观念 人的思想 他不是生命的真实 在相当 在更高的层面 在稍微厚一点的层面 就不是生命的真实 他只是薄薄的 人的利益上的表现 82宪法就是穿着真实外衣的虚伪 所谓合法的手段延续了邪恶的生命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邓小平 最邪恶虚伪的地方 说党政分开 82年我还跟你补充一句 他废除了党的总书记 实际82年宪法废除了党的 对不起 废除了党的主席 原来党的主席只有毛泽东 所以真正的独裁是党的主席 但是他又确立了接班制度 可是接班人是谁 他选的接班人 胡耀邦 赵紫阳 江泽民 胡锦涛 胡锦涛之后是习近平 那我问大家 这东西叫接班制度吗 这东西是一个小矮子 一名无几的小矮子 强加给中国人 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 强加给中国人的虚假的接班制度 结果都是他一个人的化身 看接班制度 而这种接班制度的化身 和所谓的党政分开 却延续了共产党魔鬼的生命 你到底是反共的 不接受共产党的 你还是杀人不骂人的 这个事就正回事 所以你会看到 所有反对习近平的 他的真正反对习近平修宪 他出现一个概念 反对习近平这个人 却延续了共产党的生命 截止到现在 然后这朋友说 邓小平的做法 随后发生了八九六四 但在改革开放 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的光 光环之下 人们依然毫不犹豫的相信 穿着真实外衣的虚伪 没错 改革开放 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 是什么 利益 没错吧 利益 被砍杀的是什么 在利益的本身的延续下 是共产党的魔鬼的生命 这是被国人所接受的 而取而代之的 是每一个中国人 对自己的生命尊严的认知 反观习近平修宪 他就是赤裸裸的真实 恢复国家体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却被世人认为是君主复辟 是袁世凯 是终身执政 难道大家不知道 被称为核心的毛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都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独裁者 都是终身执政吗 是 在共产党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主席 是终身执政的 只有军队的最高职 真正的实权者 是真正终身执政 以党的名义 当年的苏联 整个东欧 包括罗马尼亚 那近的包括朝鲜 那过去的就包括 现在的习近平同样 习近平是拿下党的总书记 确凿了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 军队的拥有权 形式上是这样 把他的思想进入党章之后 才走向他现在 在很多人看来 我也说不上他叫真实的一步 还是虚假的一步 在中共党的体制之下 没有必要的一步 就这么回事 他说您曾经说过 当今社会的很多精英的本质 都是虚伪的欺骗 他的基础是无神论 只要他的基础在无神论上 都是虚伪欺骗利益的 在生命的角度来讲 很抱歉 是下贱的表现 因为我在今天的十道news中 讲得很清楚 当你是无神论的说 我们单纯从人的 精气神的角度来讲 你就是走向了最堕落的 侮辱了自己的灵魂 而我认为精英之所以 被称为精英 是他们穿着真实外衣的虚伪 我跟大家讲过 在仅多少年前周末视频中 我用了一个德国人做的视频 一分钟 题目叫做我是谁 一个风流梯烫的中年男人 四十几岁的男人 应该是最成熟的 要个有个 要身材有身材 要模样有模样 要风度有风度 要浪漫有浪漫 要绅士有 要什么都有 从早晨开始 他洗澡 然后梳妆打扮出门 一天的生活回来之后 深夜回到家之后 当他在浴室里脱了衣服 脱下了衣服之后 他面对着镜子里面的他 说 你到底是谁 真实的虚伪 当今社会的精英 他们用自己的资历 成功 自己的财 自己的资历 成功 财富 手段 向人们展示着虚伪的价值 我觉得这话 说的相当厉害 相当到位 半个世纪来 人类逐渐走向堕落 精英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传统的神的价值与文化 不断受到冲击 人们在利益和欲望中 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当今的现状 这个现状 不局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局限在所有人类生活的 发达的地区 特别是大的城市地区 北美同样的 欧洲也同样的 对吧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相当真实的 否则的话 不会被人们称为 这就是圣经启示录当中的 末日的一种表现 对吧 远离神就是末日的表现 远离神传递的人的文化 而人最大放纵自己 放纵自己的欲望 我刚在今天的十朝news中 讲得非常清楚 精气神 往截止人的欲望 约束人的欲望 不纵欲 人们会把自己的男人为精 女人为邪 转化 如果你有师父决定修炼的话 你的师父本是够大 把你的精血之气 转化成你的身体 那是至尊的生命 那是真实的人 每一个人的灵魂 脱生成人的最大愿望 真实的愿望 真实的目的 而为他的谜 人中之谜 就是配给了你一个欲望的肉身 而这肉身的满足 同样来自于人的精血之气 所以你是要欲望 必堕落 对灵魂而言 你拒绝欲望 必升华 你生命的境界 前提 你要有师父 你要遵从神的文化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习近平修宪 一股强大的力量 推动着时代的发展 在颠覆着半个世纪以来 人们崇尚的精英哲学 似乎一切在意料之外 又在冥冥之中 一难一造化 一步一修行 石涛 涛哥砍电影中 砍过三打百五金 新的 一难一造化 一步一修行 在涛哥砍电影的那里面 跟大家分享的 分享的这个我的理解 一难一造化 一步一修行 对吧 这个话 就是一个修行的话 一难一造化 你人中遇到的 任何一件事情 拒绝贪婪 就是你的一步修行生活 对任何一件事情 你的贪婪伴随着 就是恶的 你的贪婪 就是你生命恶的积累 你的退让的 你的善的一切 就是你灵魂纯净的过程 这就是真正的生命真理 人生本来就是一次修行 两千年的第一个百年中的一幕幕 似乎神的启示 在警醒着所有的人 此时此刻似乎是千 数千年一次的大洗牌 有些人会打入无底的地狱 有些神会被罚下凡间 有些人会被封上神台 面对这一切 我想借用狄更斯的一句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 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 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 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 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 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我觉得我无话可说 我个人相当欣赏和尊重朋友这段话 几千年的一次大洗牌 新版的风神演义 我跟大家说过 在风神演义中 神界被打得清楚的都是 没有人的身体的 而有了本事的生命 就这么回事 而一个普通的人 当其顺其天意走的时候 他可以被封成神 这就是在石绝阵中 原始天尊曾经派了他两个小徒弟 来破阵 而阵主直接说 你们家的师尊胡来 这俩人 纯纯来送死的 他的资历太浅 难道你们的师父不知道吗 他们的师父知道 他们的师父让这修行浅的人 却赶上大时代的人一步登天 有些朋友说 有些修炼的人被迫害 在中国被迫害 说你们的师父为什么不出手 如果你听懂我刚才那段话 你就明白了 如果你听不懂刚才那段话 你就是利益上的下见者 很抱歉我这么说 为什么 时辰就是时辰 时辰到了谁都跑不了 时辰到了谁都跑不了 陈小鲁 二月二十八号 是他的忌日 二月二十八号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时间 四年才出 四年才出个孕月 二月是最小的月 很特别的 说不清楚 对吧 谁想生谁想死 你挑那日子是 是他挑的吗 然后他 然后我觉得 他引用了狄更斯那段话是相当 我个人是觉得很有味道 很是当今的故事 那么当今如何能让人接受这赤裸裸的真实呢 他觉得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就是需要兵器掉自己的贪婪和欲望 兵器掉自己的资历 兵器掉自己所谓的成功 自己所谓的财富 兵器自己一切利益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这位朋友也展示了我个人在节目中的真正期待 就像我说两会期间我会尽我最大可能 你不干别的就是做节目 为什么 时辰过了就过了 今天投票 对吧 朋友看我 国内朋友看我今天投票 有人说他不民主不这不那 他一定要逼迫以共产 他就是以共产党的方式 要通过他的票 按照夏明教授的说法 他今天的概念是共产 是与共产党的利益对立的 那他为什么不可以用共产党的方式 把共产党的利益摧毁呢 为什么不能 反正他也没伤及生命 反正他共产党就一直这么干 反正他也不是什么守 什么什么 依法治国 为什么不能呢 共产党讲民主还叫共产党吗 共产党不用枪那是共产党吗 枪杆子里出政权那是共产党 是你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 你认不死不了他 你心里有无份 你心里无份的原因是他教育成这样 他也是 一德相张的那种概念 也就是说 人们重新回归对神的信仰 在神的指引下 才能突破现实一切看到的本质 真正领悟到万物皆虚 万事皆云 这也就是您常说的 真的是真的假的是假的 人才有可能接受赤裸裸的真实 没错 没错 我觉得相当相当确实是没错 我也非常感谢朋友的这段话 所以特意做了一期节目 这是我对朋友的 当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 我答应他 以上是我个人的感悟 感谢有缘 遇见您 感谢涛哥一路陪伴 送过送给了您一杯咖啡 小小心翼 仪表感谢 愿涛哥身体健康 修得圆满 就像我跟大家讲 善良的人 真正生活在 真正把自己 以自己灵魂境界的生命 去看待的时候 时间是消失的 空间是不存在的 只有生命之间的缘分的相互感恩 那它是什么 它不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本身 我们真实生命其中包含着 超越这地球上的利益所营造的时空吗 生命就是不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